我认为是整个小区 最好的一个屋形 不仅南北冲凑 而且无论上午还是下午 阳光照射得十分充足 张医生 你是不是不太舒服 我没事 要去屋室看看 好 这边请 卧室分两间 一个主卧 一个次卧 外面风景确实特别好 您 真是 你这是干什么 你离开我 你要我离死 你又离开我 全都被随着轻生的 你让我离死 有我在就不行了 有什么向不开的 你跟我说 我去给汪你呢 你们谁都会不了我 我什么都没了 工作没了 女朋友也没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我就是想 先用买房的钱先去创业 等将来挣了钱 给他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都不理解 非要跟我分手 我想不明白 赵先生 他之所以不理解你的两股用心 是因为你们之间没有好好的沟通啊 他并不了解 你对以后生活的规划 你也没给他足够的安全感和踏实感 他如果知道的话 肯定不和你分手的 不可能了 已经没有机会了 他现在根本不肯见我 纵然现在我答应他 先买房再创业 他还是一样的提倡 如果你相信我的话 让我给他谈对 好吗 如果你爱他 就别轻易放弃 那我再问你 你在听我讲这些的时候 你脑海里浮现的 那个人是谁 还能有谁 都是他 那么现在我告诉你 你的那个他 现在就在我的身边 李小姐 人这一辈子 有些事情做错了 可以弥补 可以再做一次 但有些人一旦错过了 有可能真的就是一辈子 那我现在就去找他 好的 再见 他跟你说什么了 你告诉我 他刚才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爱你的 他在来的路上 他要见你 接下来就看你的了 大哥 谢谢你 大哥 谢谢你 谢谢你 大哥 好 解散 好 解散 浩强大哥 浩强大哥 大恩人啊 你好 你好 我的大恩人啊 大哥 你别这么喊我 我担待不起你 不不不 你不光救了我的命 还让我找回了我的女朋友 救你一生恩人 理所当然 真的不用这么叫我 哥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这个 你没什么事儿 你别管了 二位来有什么事儿吗 浩强哥 我们来这儿 一是为了感谢你 二是决定在这儿买房 今天就定下来 三是等那个装修以后 我们就举行婚礼 到时候一定来喝喜酒啊 一定要快来啊 大哥 太好了 恭喜 恭喜啊 来 这边请 好 走 我帮你来啊 这边请 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